刚好可能有些课已经暂时结束了 所以我比较多时间 所以我把那个云段白板上面的东西 再把它做个整理 我发现其实前面我们讲过的 从最早的那个上这个 几个静态网页你会发现 大概会用到的东西像寻览力按钮啊 像按钮的设定 这些其实都一直在重复 那爸没有 如果你对那爸还不熟悉的话 表示说你可能在做练习上面花的时间太少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夜所夜五的观念 还有就是关语按下去能够秀出什么的 秀出dialog就是跳出那个讯息 还有就是说 他的那个什么的一个转场的效果 这个前面也都讲过 所以其实将来各位的作品里面呢 可以再把前面东西 再做一个复习 你会发现 像静态的 这是动态的吗 那动态怎么写成 但是这里面的话就多一个什么 如何在这个按钮上面做出效果 那你会发现这个画面 其实也是一目了然吗 第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先给 你的按钮上面做id 另外的话连结用紧字号 有没有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就是上一笔 下一笔都是做同样的动作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要秀的 这个是按钮 那你按下去 图跟文字都要改变 所以图这个地方的图啊 你要就是上面的id要更改 因为你将来要按下按钮之后取得变化的那个图跟文字 所以这边的话也会吗 这个地方那最后的话 再把程式码程式码的位置也都知道在哪里吗 把它复制贴上 不就可以做 这样的效果出来 那像这个范例是做那个什么书的展示吗你可以把它改成相簿吗 不就有ok了 这个我想就是程式码那程式码 也许你有一些地方不太清楚了不过 就是修改修改完就会是你要的效果所以下个礼拜 你不用太紧张 反正 如果你实在做不出来没关系你就把 之前做的像 我们之前有Google map的应用嘛Google map的应用 你就把这个账面打开来 step by step 稍微看一下 或者是在这个部分再不行的话 有没有 你就把那个之前的影片都还在 你就看过一遍 做过一遍 你的你的下个礼拜东西就有 大概只要花你个 几个小时吧 对不对 再做一下 而且至少你这个学习18周也没有浪费掉 将来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秀一点你的App的话 因为你也可以修给人家说你说这是我做的 感觉就不一样了 应该是 十分钟 不过 那